在這個隨便亂批架當中 你有學到什麼人生道理嗎 你就知道為什麼 有錢吃炸雞跟喝珍珠奶茶 哦 沒錯 小學的時候就被高中的姐姐搭訕要電話 小學 可惜當時沒有手機 我們幾個朋友在那邊打電動 然後她就說要不要一起拍照 蛤 就是拍那個 那個 蓋庫 蓋庫家族 那一種 對 然後拍完他就分我一張 還溜針嗎 沒有 結果咧 結果咧 沒有怎麼樣 他就寫信給我這樣 我們就有通信一陣子 難道他誤會你是高中嗎 但他知道我小學以後他有傻眼 然後就不懂我演 你有操保到這種程度 2020年獲得金鐘最具潛力新人獎 然後青春試煉這個呢 又讓你入圍了金馬最佳新演員 壓力好大呀 你會覺得自己很被肯定 還是覺得怎麼辦 千斤重的蛋子擺在身上 不會到千斤重的蛋子擺在身上 可是會有一種 我真的配嗎 就是你會 因為我本來就是一個很容易質疑 我自己在工作上 或者以前在念書的時候 就會質疑學業上 這跟周協人的心態蠻像 我不配 哇 欸你好可愛喔 現在開始講一些冷笑話 他很認真想展現歌 好可愛喔 跟現在同聚演員入圍金馬 自己成為遺珠 這還得配合宣傳的心情又是如何呢 這個配樂是 這也是給薄紅 對啊 因為他有入圍嗎 我身櫃 我不用櫃 我不用櫃 天啊 還是櫃好了 好好好 這樣吧 哈哈哈哈